有这么一位低调气质独特的女性 虽是内蒙古人却有着清冷淡雅的气质 名字更是具有古典的江南风 与陈道明是多年挚友 嫁给了天后王妃的初恋鸾束 她就是双廖影后永梅 永梅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 蒙古名字叫森吉德玛 永梅是父亲给她起的汉名 永梅从小就受着母亲重男轻女的脸色 这也一度令她感到自卑 还好永梅的父亲给她树立了不错的价值观 父亲的教诲永梅铭记于心 也因此永梅没有随波逐流 永梅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后 想去刚开放不久的深圳打拼 当时大家都反对担心她会堕落 只有父亲支持她的选择 到了深圳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 永梅不甘心人生就这么过了 于是在1994年不甘心被母亲歧视 也不愿让父亲失望的永梅 决心拼出一番自己的视野 辞掉了深圳的文职工作北上大拼 到了北京啊 永梅加入了约会星期天兼职做主持人 正是这段主持经历 成为了她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 1995年永梅的转折点来了 沐云的男人剧组导演找到了徐哥辉 他便把自己极为欣赏的永梅介绍给了导演 永梅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飞客班出身的她想要把剧演好 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 被剧组选中后 永梅开始悉心研磨剧本 揣摩剧中人物的行为和心理 为了能够更顺畅地说出台词 那段时间永梅的脑海里 循环的都是关于剧情的对白 电视剧播出后 永梅的表现得到了众人的高度认可 她第一次接触演艺圈便惊艳众人 从此永梅开启了自己的演员梦 不过刚进入演艺圈的永梅 接戏的频率并不高 低产量的她那几年并没有什么人气 不过她的演技 还是得到了不少导演的认可 直到2004年 永梅第一次尝到了陈明的滋味 永梅和陈道明 蒋文丽合作电视剧《中国是离婚》 在剧中扮演女二号萧丽 永梅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丈夫背叛 但依旧清醒 坚强敢爱敢恨的女性角色 此后永梅大受欢迎 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资源开始多了起来 也因为这部剧呢 永梅和陈道明相识 两人虽相差十几岁 走红的那段时间 永梅非常苦恼 个人生活一直被陈明后的烦恼所环绕 为了保持清醒 永梅主动远离名利场 减少了接戏的频率 可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不趁热打铁的后果 事业必然是会走下坡路的 往后的十几年里 永梅一直深耕在配角的领域当中 虽然是配角 但永梅都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在事业上永梅拼尽全力 面对感情她也是独立坚强的 与圈内喜欢嫁富豪的女性不同 永梅一直坚信不依附任何人 要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不甘心去嫁给一个港商 有钱的富有 就那样开始那样的生活吗 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 可能就觉得 性格里面其实是一个 比较要强的女孩子 有些东西我希望我是自己去办成 我相信可以自己打拼一个世界 可以走出一个 自己想要去实现的一个目标 1990年永梅和蓝树在火车上相遇 鄙视蓝树还是王菲的初恋男友 一年后 黑道乐队要拍Don't Break My Heart的MV 蓝树便邀请了永梅 1993年 黑豹乐队已经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妖鬼乐队 蓝树也接替了窦维成为新主唱 王菲离开了蓝树和窦维在一起 有时候缘分就是天注定 就是这一年 永梅和蓝树在深圳重逢 缘分驱使二人走到了一起 2006年 蓝树和永梅结婚了 2014年 视永梅为主角的父亲突然离世 永梅顿时失去了精神主心骨 父亲去世 第二年 母亲也离世了 父母相继离开 永梅的心情不言而喻 焦虑失眠 永梅甚至还产生过 很多负能量的想法 这么大的打击 换作是谁都会崩溃的 好在婷树在此期间 一直细心地照顾她 带她重燃生活的希望 2019年永梅出演电影 《一九天长》 并且凭借这部影片 获得了第69届 柏林国际电影界最佳女演员奖 和第32届 中国电影金棋奖 最佳女主角奖 在她49岁这一年 成为了双料影后 2019年金棋奖颁奖礼上 谢霆锋和永梅并肩站在一起 这一幕引起了不少网友的讨论 因为永梅的丈夫鸾树 是谢霆锋现任王妃的初恋 还真是别样的世纪同框啊 入行26年 永梅从配角而成为了主角 她笑称影后 桂冠是上天的馈赠 但实际上也正是 前半生的配角人生 成就了她的最终涅槃 关注老姨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